在委員會的聆訊之後,我們剛剛都知識了委員會的決定 就是民陣的所有上訴的要求都是被駁回的 所以現在目前就是按警方在6月15日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 是需要在維園草坪那裡進行出發 一如就是民陣之前向各位傳媒所發布的消息就是 如果是我們進入這個情況的話,民陣將會是以最低限度的方式 是滿足不反對的通知書,那我們是只會安排 亦都是希望是必要的團體以及市民進入維園草坪 其餘的市民我們是歡迎大家是在遊行路線的沿途加入的 預計起步的時候會大約有多少人 這個我們目前未預計,我們都需要聯絡那些我們已經知識的 不同的團體,例如是有特別需要的團體 看看他們是那裡的人數會有多少 但是無論人數如何,我們都會以隊頭的方式 即是大隊的方式的抖擦人數去處理 在草地起步的那些工作 那其實算不算是一個新公民? 會不會算你們所說的最低限度的人數? 不如列為先 好,列為先 其實你現在說滿足最低限度 其實跟公民抗命是否同一件事呢? 還有你們預計之後會不會有類似公民抗命的運動 在那些遊行中出現? 我想必須要重新說 就是沿途加入的這個舉動 在過往很多年的七一裡面都是發生的 而盧偉聰的說法絕對是恐嚇市民在參與遊行集會的自由和權利 所以在這個七一遊行裡面 民陣是會依照北方的通知書 我們會在草坪出發 但是市民在哪裏去沿途加入呢? 他們可以按他們過往的一些習慣去加入遊行隊伍 所以不可以將它說成是有一些公民抗命的元素在裡面 會不會組織任何人在東角度出發? 我們目前是不希望在東角度的那個位置是有一些衝突出現 亦都是按之前在記招裡面所說 就是我們是不會在遊行的途中去刻意堵塞任何的幹道 所以我們理解東角度在目前是一個相當高危 或者是有潛在風險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是希望市民如果是沿途加入的話 是在西行線那邊加入 因為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在東行線東角度的那個出口 警方是相當嚴密的防守來的 亦都是架設了很多重的鐵馬 所以民陣是不希望有市民是因為參與七一遊行 而與警方發生任何衝突 警方就預估過草坪可以放三萬多人 你們所說的最低限度 你自己的估算大概有多少人 以及會用什麼方法去跟公眾說 呼籲他們的沿途加油 怕不怕這樣的arrangement會造成混亂? 我想我們會在今個星期稍後 我們會再有一次的記招 去交代詳細的遊行路線 以及在草地的安排 我們相信市民知識遊行路線之後 可以選擇他們自己希望出發的地點去參與遊行 所以都希望市民留意著傳媒 以及留意著民陣的消息 之前所說的JR會否考慮這方面 我想今天在上訴委員會這裡 我們進行了一招的聆訊 其實等於今早RR軒議員都提到 其實我們對上訴委員會 是沒有抱著太大期望來的 而今天必須要發生的這個上訴 其實就是我們都需要再諮詢律師的意見 但是今天在上訴委員會 就是一個如果我們要去JR的時候 是必須要經歷的過程 所以到底是不是JR 我們需要再去跟我們的律師團隊商討 好,謝謝各位 不好意思等了很久